当看到影视剧上的激情戏场面时,大多数人会问他们,是不是在真做啊?怎么那么逼真? 明星们当然不可能真做了,他们之所以演得那么真实,也有一个历练的过程,演多了也就轻车驾熟。 不过第一次拍激情戏的感觉,对明星们来说肯定是记忆犹新的。 下面就给大家盘点下女星自曝第一次拍床戏的顺利体验。 巩俐,清场后人少才能进入真实的忘我境界。 在拍激情戏的时候,巩俐都会要求清场,她认为现场人太多,会给演员造成精神负担,人少才能进入忘我的真实境界。 真实忘我,难不成要打真军? 范冰冰,意想成喜欢的型男,顺利反应更强烈。 在《王朝的女人杨贵妃》、《武则天》、《导火线》、《曹果》等影视剧中,范冰冰与对手都有过激情戏。 范冰冰曾坦言,在拍激情戏时会有生理反应,而且为了更加刺激,甚至不惜将对手想象成吴彦祖,成冠戏一类的型男。 范冰冰果真是范冰,一个字,绝。 吴彦祖,三个多小时喘息声盖过水声。 在《门徒》一篇中,吴彦祖和何美田两人相拥激情护允,喘息声甚至盖过水声。 三个多小时,两人一而在,再而三,由于过于激进而被喊NG。 事后有工作人员表示,亲眼见到吴彦祖有反应。 舒奇,如果导演不喊停,肯定脱了衣服。 在拍《最好的时光》时,谈到和张震的床戏。 舒奇直言,如果不喊停的话,我的衣服就肯定脱了。 我感觉在拍那场戏时,就只有我和张震。 任贤奇,说没有,那都是骗你的。 任贤奇被问吉和杨千华在拍完《天生一对》后的感觉时, 小奇直言有少许紧张。 谈到手感方面,小奇面红耳赤尴尬说,怎么形容呢? 当时拍的时候,脑海一片空白都记不清了。 问吉拍摄有无生理反应时,小奇则是吱吱吱道, 说没有,那都是骗你的。 张志玲,老婆还在偏长。 张志玲表示,在和阿娇出演白狐激情戏时,太过投入, 当时忘了老婆袁咏仪的存在。 赵丽颖,在拍摄《宫锁城》相识时, 赵丽颖和朱子霄在剧中有一段激情戏, 而当时的赵丽颖是第一次拍激情戏, 一开始时有些放不开,身体也有些僵硬, 不知道该怎么做。 当时这部戏是在冬天拍的,工作人员都穿得很厚。 赵丽颖和朱子霄几乎没穿,因为赵丽颖的放不开, 这场激情戏折腾了很久,硬是没拍成功。 导演一直在旁边和赵丽颖说让她不要紧张, 往下做点,最后还亲自到她旁边指导。 导演过去之后,赵丽颖身下的朱子霄却突然笑了起来, 她这一笑反而缓起了尴尬的气氛, 也让赵丽颖更加放松。 她最终放开了自己,和朱子霄一同完成了这场激情戏。 汤伟从天堂到地狱像洗热水澡。 谈及色迹中和梁朝伟激情戏时的感受, 汤伟称每次都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。 她形容拍激情戏,随着导演走了一趟天国。 刘嘉玲,成年人的游戏不会尴尬。 刘嘉玲和姜文在电影《让子弹飞》中有过大胆床戏, 问及她演出时是否感到尴尬。 她则大笑反问, 为什么要尴尬? 这只不过是成年人常做这种事情。 张伯之一次闯生运动而已。 拍完《无极》后, 媒体问及张伯之对于电影中的激情戏的感受时, 张伯之道, 其实我一点不尴尬, 因为我们都是在工作, 没有那些什么占便宜的念头, 而且真田广之很专业。 其实那场戏, 我全身都被她摸遍了, 但是我们都不觉得奇怪, 因为就当成一次闯生运动而已。 周迅, 没有激情, 只是工作而已。 当被问及冥冥中与吴彦祖激情戏的感受时, 周迅表示, 在演员看来没有所谓的激情戏份, 一切都是为了电影, 所以希望大家能尊重演员的专业工作。 哈哈, 专业工作, 这词语没毛病。 徐静雷像在演武打戏, 算是给男演员的福利。 徐静雷算是激情戏大户, 谈起感受时, 徐静雷称, 和李连杰演激情戏更像在演武打戏, 和黄丽演激情戏, 徐静雷说, 这些都是给黄丽的福利。 赵又廷太棒了, 一直流鼻血。 赵又廷和陈一涵在出演痞子英雄中有一场激情戏, 当被问到和陈一涵激情床戏的感受时, 他一脸暗爽, 直说他太棒了, 到底哪里棒? 他老实地说, 第一天拍完我就流鼻血了, 有人问, 那第二天总该适应了吧? 他说第二天又流了一次鼻血, 和润东印象最深的就是嘴, 感觉都麻木了。 谈起和蒋晴庆在电视剧《卧虎藏龙》的合作感受, 和润东说对蒋晴庆印象最深的就是嘴, 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拍吻戏, 最后和润东都麻木了, 和润东笑称, 最后都没其他特别的感觉了。 张志玲太过熟悉而致毫无新鲜感。 在拍摄完成《水浒尖道》后, 有人问到张志玲施吻黎兹的感受时, 张志玲笑言, 和黎兹太熟悉了, 而且不是他们第一次拍吻戏, 所以就像喝白开水一样, 好玩, 毫无新鲜感。 虎哥, 没有享受, 只有尴尬。 虎哥和杨密尔人在拍《星剑奇侠传》三时, 曾有一场水下吻戏, 问及虎哥的感受, 虎哥坦白道, 没有享受到激情, 反而尴尬不已。 原来按照剧情, 西中二人应该是慌乱中撞到一起, 由于憋气, 薛二人嘴唇紧贴。 但尴尬的是, 由于二人没控制住力度和角度, 杨密鼻子被撞出血。 迪丽热巴, 热巴的演艺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, 在未成名之前, 也经历了一番被皮鞭抽打到满身硬痕, 小小年纪要演大尺度激情戏的心酸史。 在迪丽热巴刚刚出道之时, 他出演一部电视剧《阿纳尔汗》, 这部戏也可以算是他的代表作。 剧中有一段迪丽热巴被吊在树上, 被鞭子抽打的片段, 胖迪拍这段时是真的被抽到本身身上, 并且是体无完肤, 他这么为戏拼命付出, 让导演都心疼万分。 而在另一部名叫《逆光之恋》的电视中, 年纪小小的热巴还奉献上了自己的第一次大尺度激情戏, 看着当时青涩和害羞的女孩却要演绎这样露骨的戏份, 真是让人难过啊。 迪丽热巴在后来的采访中说, 自己身为演员肯吃这些苦, 才能学习演戏的常识, 真正的体会到演戏的魅力, 成为真正的演员。 吴君如其实很激情, 有心理反响。 吴君如和刘德华曾在影片《爱君如梦》中有一场贴身热舞戏, 过后吴君如称, 本身其实很激情, 有强烈心理反响。 刘德华打句说, 我其实是想告诉大家, 吴君如都可以跳得好了, 那么大家都一定可以做得到。 吴君如则大笑说, 每次跟刘德华弹琴说爱, 或是一起跳舞的时候, 我都会有生理反应啊, 哦, 再说下去是儿童不遗了。 张静初很享用很安慰。 张静初出道至今拍过很多激情戏, 前后与郭富城、郭涛等当红明星有过密切打仗。 当有媒体问及张静初对于拍摄激情戏的感受时, 张静初绝不忌讳地说, 很享用很安慰。 姚晨第一次紧张, 次数多后感觉就像在轻生肉。 影片爱出色是姚晨的荧幕初吻, 姚晨表示, 由于是第一次没经验, 所以感觉紧张。 在参演潜伏一句时, 姚晨已经变成了老司机。 谈到在潜伏中和孙宏雷拍吻戏的感受时, 姚晨说, 就好像两片生肉贴在一起, 像在轻生肉。 也难怪姚晨那么大一张嘴, 孙宏雷即便大嘴全开, 估计都不够姚晨半张嘴。 难怪姚晨说没感觉。 张欣义, 紧张到牙齿手脚都在用劲。 在七四, 张欣义贡献了自己的银瓶初吻, 谈到自己当初的感受, 张欣义说, 真的是非常紧张。 据导演后来说, 当男演员凑上来吻他的时候, 他吓得紧咬牙关, 手和脚都在暗处, 用力攥紧, 就连脚丫都是爱你的形状。 杨子, 没有顾虑, 没有感觉。 在《亲爱的热爱》的一句中, 李宪和杨子有过不少亲吻镜头, 接受采访谈起感受时, 杨子直接用四个字总结, 没有感觉, 并称稳对只是工作的一部分, 所以也不会有过多的顾虑。 杨成林两个人都吐了。 杨成林谈和潘伟博的吻戏的感受时, 说, 岂止尴尬, 有次和潘伟博的吻戏, 我们两个都吐了。 宋家, 从来没觉得尴尬。 宋家说, 自言出道二十多年来拍过不少激情戏, 但从没觉得尴尬, 因为他说, 他一直坚持艺术也有分寸的信念, 坚持演员没有必要在拍这种镜头时太忘我。 林心如, 恶心。 林心如说, 陈小春拍吻戏之前吃印度咖喱, 太恶心了。 小S, 怎么这么快就拍完了, 还可以再来一次吗? 在蔡依林心哥《红衣女孩》拍摄MV过程中, 小S在拍摄时, 忘情拥吻王百杰, 小S事后开玩笑说, 怎么这么快就拍完了, 还可以再一次吗? 并称看完脚本后就一口答应了, 因为我发现, 有一幕是跟男主角亲嘴, 二话不说, 就跟经纪人说我接了, 还说只要不是我老公的吻戏, 我都可以接。 请订阅您的 bakın,